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民可领取一公顷九点三万修根补助 现在传出有许多农民看准停管后股价上涨 干脆偷偷早紧抽地下水跟老天独一把 一边拿补助一边持续重道 相关单位表示要是被发现两边得利就会被取消补助 目前没接获检举 实际来到修根停管的田间 农民说就算是合法申请的井 现在的水也是这样少少一点 根本都不够用 修根的田依法可种些杂粮类 根据统计在一线合法的水井三千口 非法的有三万口是十倍之多 现在又因为水情严峻 偷早井状况增加 其实抽不到水之外 最高会开罚二十五万元 而因为原力不足取地困难 也希望农民供体时间 别为了私立潮丑地下水 导致地层下陷 这无法抢救的结果 三岁的廖国雄 胡仙嘉义报告